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紫杯心法语》 不要偏执 就像饮食 人们即使不喜欢 却有益健康的食物 也应该食用 即使喜欢 而对身体有害的食物 也应该避免 同样的 人们可能不喜欢行善 但还是应该去做 人们可能喜欢恶行 但还是应该避免去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尚未弃真法医 却对别人说法 这是以盲倒盲 实在毫无意义 有点亮 尤其是不要 老人 老人 自己尚未修 我们所说的 空间 有 年 有 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此,快停止等待回报 接受你所得到的一切 一根草,一滴水,一份细小的心意 都足以令你张开双手去拥抱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的价值在于实践运力 人生于世,唯有真心实践 才能舍出烦恼 才能转化心灵 当下即能享有生命的喜悦 并迈向璀璨美好的人生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的果实就是福物 福物的果实则是平安 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致力于客体与群体的平安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令众生浅除无名 所以说 菩提心是由文思修慧之棒 搅拌正法的鲜乳 从而得到的精妙醍醍 现在我拥有这扫大船 现在我拥有这扫大船 如此难得的殊胜人生 我必须载着自己和其他众生 度过轮回之汪洋 为了渡至彼岸 日日日夜夜夜 心无散漫地 闻思修 乃是菩萨的修行 然后继维上 智慧是从禅定中产生的 没有禅定就不能生出大智慧 智慧是从禅定中产生的 不必太在意死后的事 只需重视眼前所发生的事 然后一一克服 如此也等于再解决未来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人与你比对 只是角度不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心灵的真正归宿 不是来自外在的认同 而是从心去安顿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唯有清楚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才是安住于终极归宿 新的本来面目即是空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